这有一点吃满鱼青味的吃点小鸡 最大的优点就是铁鱼 走了 这两天就一直想去吃铁鱼 别人拍那视频 大锅铁毛小毛脆了 在哪呢 大锅铁这吃饭了 哦 行 看见了吗 喝到神仙必有路 每天一击手写地有路 找不着了 白铁铁铁锅铁每个 然后从我这买 二十块钱六块钱 三尺鲜肉三咸和素韭菜 我们俩人吃半斤足够了 足够足够 五元那个十五块钱五块十八 一给十一就行了 为卖十八要给十一 一回十八便给十一 一回十八便给十七块 没听说 在这吃 在这看没地儿了呀 听我听我 本来的都出来 听我还有一点 我 这可以做吗 我不是看这个社内销量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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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画了四个我好像咋可爱 然后画了五块钱吃的方 大家说的都很咸 但是咱们还得尝尝看 我这是牛菜的 这是您搞学我笑了吧 我撸铁了 不太钱 酸鲜锅铁可以买十号鱼 但是还是要尝一下口味 我说话尝了这几整 带着我的更好吃 这里面馅儿挺满的 这个价格我也别追求它里面给我放 鲍鱼还少了 给你们请请吃 云齿感 我觉得吧 这就是一家出卖于平日的市井小店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 但是如果要是像我一样 我现在画了四个我跟您打车费 那就不用了 那就不便宜了 都小打车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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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问题 你们我去准备 我送你们回家 好家伙 老板刚才说了 让我上酒走了多天 结果以后如果来迟到的 顾柯说给我来二两肉的 你说行 好